《國情講情》 歡迎收看《國情講情》 繼續有我和鄭教授在這裡 今星期拍攝節目的時間 有一件頗不幸的事件發生 在佛山市場裏 有個兩歲的小妹妹 嬰兒女 不幸地被車輛剪 剪過 不只輛車要再剪多東西才離開 另外第二輛車又剪過過去 基本上總共剪過四次 沿途十八個人都見死不咎 或者見到事都不渴停 叫人 直到十方的婦人 見到後 把月月的小妹妹抬回老的一邊 媽媽才發覺 這個小女女撐了幾天後 都宣佈救不了 很深色 是 接著佛山這幾天都有一些群眾的遊行 表示我們不應該這麼冷漠 都要市民相互關心 總算是一個好的反應 而且媒體 學術界都有很多討論 即是說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會有這樣的現象 似乎真是令人幾震驚 亦都令人幾可惜 這個現象都不是說所謂的 第一日知道 第一日見 好 即是大陸駕過車 又或者真是會駕車 又或者聽過的 盜聽途說過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在大陸駕死人就好過車廂人 首先如果你意外 即是意外就駕死人的話 其實法例上很多時候都是叫你賠錢 那就了事了 至於車廂人 不但可能要受到奴獄之災 更加還要給湯藥費 即是有一個破派 或者一堆人的分析 即是輿論的分析 都是說這個法律 法治的體制 法律體制 又或者法制的條文 跟這個現代追不上軌 令到別人無辦法 真是朝著人性敏烈的方向去做 是 其實當然這個都不是說 只是中國大陸目前出現象 即是剛才你說 即是法律是否公平 法律對各方面是否照顧得比較妥善 我在五六十年代 甚至到七十年代頭 去台灣都聽見這樣的情況 就說在台灣交通以外司機 撞車人罰得很重 於是司機很多時撞車人 都急著急著走去 即是不理會那個人 因為他怕罰得的處分會很重 他承擔不起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會與其撞車人等警察來等等 都不如走去算數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在一些種族關係緊張的地方 譬如我去馬來西亞都聽見有些朋友說 如果一個華裔的馬來人 馬來西亞公民 在一些馬來西亞馬來人聚居的農村地區 如果你駕車碰傷人 他們很多人都說 都是走去算是應該發脆脆的 因為如果你留在這裏 很容易馬來西亞人聚集起來 分分鐘會被毆打 所以我們都見得到 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應該有適當的法律 適當的量刑 亦都當然有一個比較和諧的文化 如果不是就會出現 剛才我們所說的佛山 以前台灣 或者在一些種族關係緊張的地方 這一類的情況 其實這種交通意外 亦都不是只有這個意外 其實中國每一天都在發生 只不過這麼好 不知道好彩還是不彩 就被閉路電視拍到 看回很多時這些情況 就好像剛才教授所說 去到這些農村村莊 或者高速公路穿過 那些比較鄉郊的地方時 很多時走就算 始終你不知道究竟那些村民 是否會比警察快 這是無可奈何之下的一個選擇和結果 還有在我們大陸 亦都聽過 甚至有些公安 不是公安 是法庭的案件 都有些矯枉過正的東西 或者覺得有沒有搞錯的東西 很多時候好心反而會被騙 甚至是網搜坐牢 惡詐 或者被對方惡詐 你扶起老人家 老人家就說 其實是你把他推低 然後就跟你糾纏 要你賠錢 這一類這樣的情況 甚至上法庭都遇到這樣的情況 經過報道就很容易在社會上 就有一種這樣的精神 甚至說得難聽一點 老爸教兒子都說 千萬遇到這樣的情況 不要理會 很簡單 其實這些所謂老爸教兒子的事情 我都聽過很多很多 就是過去二三十年 國內的火車站 很多人 很多時候都會有人說 很慘 不見了銀包 或者是完全沒有路費 去求人幫忙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國內旅行很多人 每個人都勸你 千萬不要回答你 千萬不要去聽別人說 一遇到這些情況 趕快走不要聽 就是因為太多這類的事件 所以很多人覺得不但有時被騙 甚至你一停會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於是甚至真的很多家長 或者教兒子是這樣的 或者很多人 或者我在國內的朋友 都提醒我們在外面來的 在火車站任何不幸的事 你千萬不要看 千萬不要理 快快快去走 就是因為太多這類被騙的事 所以我想很多人去國內旅行 都聽過這些事 在火車站遇到有些人說不幸 怎樣怎樣 千萬不要理 趕快走 差不多真是父母親和小孩子都是這樣 尤其是在過去幾年 我們都聽過原來大陸有很多這些黑錢黨 或者真是有幫派 或者幫會操控著的一些行黑 又好什麼的組織 就算你除了給第二、第三、四、 會跟著來之外 亦都不知道究竟你最後你的施捨 你的好心、好意 到最後原來竟然都是去到一些不法之途 甚至有操控的手上 這些這樣的新聞 可能我們真的聽得太多太多 當然聽得太多 我們就有個防人之心 對 防人之心 保護自己的心態 但是反過頭來 為何這個國家或者社會的面貌 是去到這樣 究竟體制出現了什麼問題 這段時間都有很多討論 在網上都有很多討論 即是說重新提起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是否我們中國人一盆散沙 是否我們中國人特別沒有公德心 這當然都是一種檢討 都是好事 當然很多時我們都會說 在大城市一般人都幾冷漠 大家都知道 佛山是一個很富庶的地方 被稱為中國第一鎮 即是很富庶的鎮 現在當然是升格了軟級市 很多人在外面也會留意到 即使去到美國 在紐約 問路也沒有人敢回答你 諸如此類 大家都很害怕 在紐約也有太多這類被騙的事 反過來你去到一個小城鎮 反過來你去到一個小城鎮 反正人比較少 大家比較樂意守望相助 同樣美國大家都知道 也會經常有些官司的事 因為他們很喜歡從此訴訟 你留在這裏牽涉到 亦都可能惹上官非 譬如說 我們都聽過很多這類的故事 譬如說 有個人受傷 你去幫他 後來他告你 因為你處理不當 令他傷勢更重 你好心無端地去幫幫忙 結果還惹上官非 都是這樣 有這類的情況 因為如果你說成事 其實都不是說 我們自己現行 或者是大城市獨有的現象 當然 剛才說過台灣 日本 馬來亞 這些都有 但是很多時候 這些地方 都會有一些法律 是會框回 希望大家不要做人那麼濫無 或者那麼忽略 那種疏離感 或者少一點 叫做 take advantage 這些東西 或者 think too much 那麼 法國 就有一個很遠 他們的法律裏面 也有說過 就是見人見死不救 是一個罪行 逢有哪個見死不救 都可以坐牢 罰錢 以及留案底 自從預議這件事 公眾全國之後 亦都開始有些大陸的法律專家 除了一邊提起 可能需要修改關於這些意外相亡 相關的法律和法例之外 亦都可能真的要想 究竟我們見死不救 是否應該都是要納入刑事檢控的範圍呢 在廣東省裏面 尤其是現在不像是佛山 討論是很激烈的 發生事件 就看到廣州和佛山 那些人都不是很反對 但是回到深圳或者其他城市 覺得還死 死多幾前重 諸心論的說句 他們就會覺得有更加多人 就會屈其他人見死不救 但是這條法例本身原意是好 但是到最後落實 你知道我們國家的法律制度是怎樣 右板右眼給你看 就是好還是不好呢 真是難說 其實我想最終還是 那個社會的精神的重建 特別是舊時我們中國大陸傳統 都好說為人民服務 好說一些模範黨員 模範學生 事實上真是你亦都會反映 現在在大城市那些基層黨組織 基層群眾組織 真是沒有作用 當然教育制度亦都很功利 當你罵人沒有公德心時 我想很多時都是從小做起 教育制度有否真的重視德育 重視個人品格的培養 或者我們以前傳統說群慾這些問題 休息回來我們再講一下中國現今的精神面貌 從這件月月的事件裏面 究竟我們有甚麼教訓 或者我們有甚麼路可以走 休息回來再談 回到國情講情的時間 在這次的月月這麼不幸的事件裏面 始終有些事我自己看不過眼 除了18個見死不救的人 其中一個人 真是完全是我覺得匪夷所思 這個人首先向傳媒打電話說 是呀我是第一個車親月月的人 是人來的 去了哪裏 我走了老去了很遠的地方 跟傳媒是這麼說 去到第二天之後 有傳媒報導他 就說不堪壓力 自首 自首之後退回帶竟然發覺他不是第一輛車的司機 他竟然只不過是那18個路人裏面的其中一個 記者和警察就問他為何你要這樣做 他回答我想出名所以要這樣做 這件事可能對於我們香港人是我匪夷所知 所以要出名不是這樣出的 而且這個也不是好的明星 而且也有刑事責任 你有時真的懷疑這位老兄神智是否清醒 完全是 完全是對於整件案 或者我們找回究竟誰傷害了誰是沒甚麼得著 另外一件事件就是當中裏面有一個十方的婆婆 這個十方的婆婆就是沒有冷漠地去幫忙 幫忙 這個婆婆的時候當然除了得到媒體的家許之外 亦都有不同的一些有心的人 亦都捐了少少錢給他 但是這個婆婆說得明 你給我我就不要我全部給柴月月的家人去醫病 這個行徑當然是好事 當預還在接受急救 尤其是大陸的醫療體系 有奶就事糧 有錢就醫 自善這個道理的情況 而且這位是很窮的 老婆婆來的 十方 這個幾萬元幾萬元 別人善心人敢給他 他都是不要 給他出去 竟然這麼好心的行為 都被人誅心臨地給媒體 誅心臨地說 這個婆婆又是想駁出位 我想不到這個這樣的 即是在這件事卷裏面 竟然不是大家去想去關心一下 究竟大家的精神面目得失 或者去問責的事情 竟然都是在想 從這件這麼不幸的事件裏面駁出位 真是都不知說甚麼 其實很多社會 很多社會 譬如中國人的社會 或外國人社會 很多時都希望媒體盡量報導 一些所謂好人好事的個案 每天都提到哪位先生 哪位女士做了甚麼好事 其實意思是說 這些人做了好事被表揚 亦都希望引起一種示範效應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是應該的 這件事是大家讚賞的支持的 大家都去做 其實我記得有一個良好的風氣 我教書 我真的相信從學校做起 譬如同軍要日行一線 這些所謂一線可能都是很少的 有個老人家過馬路 你又幫他扶他過馬路 有個老人家拿著東西很重 你又幫他拿一陣間 諸如此類 其實都是很少的事 就是大家養成那種精神 而養成那種精神的階段 亦都是很小時候做起 都是小學紀念班 你是同軍也好 不是同軍也好 普通小學生也好 先生都是這樣教他 父母都是這樣教他 於是這個小孩子 從很小時候都有個精神 見到有人需要幫忙 他就去幫忙 我記得我們讀小學中學時 是有很多這類的提到 應該做的 那時也有很多 小學生中學生 看到老人家就幫他過馬路 看到老人家就幫他拿東西 很多這類良好的行為 但似乎現在學校很少做這類的得育 在國內學校都很強調考試 其實跟香港差不多 或者比香港更辛苦 在國內高中 讀高中階段的壓力大過香港的 那些高中學生為了考名校 為了考到某一個科系 真是每個星期六日多 但是大家都沒有說這些 沒有說這些 其實國內五六十年 在文革之前 都有說少年先鋒隊 紅雪紅領根 經常都說要幫人 很主動說要幫人 見到人需要幫忙要做 這是好事 個個都很踴躍去做 現在真是見不到 如果小孩子都沒有這樣的理念 沒有這樣的價值觀 但是那個時候就更加沒有 尤其是剛才教授提到的例子 幫人拿東西 不然現在被人覺得想你想搶東西 特別是我們牛高馬達 如果你放這些東西 所以真的有家長這樣教 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 這種美德其實是被人公理計算 我先不倫 可能我們放下不談及這個道德或精神的得失 在這次的事件之後 其實頭幾天很激烈地報道 之後 去到第三天之後 月月發覺已經宣佈老死亡的情況的時候 這個佛山的街道委 就是那個街道的黨團 就出了一個通告 就給廣東省的傳媒 就要求和諧報道 盡量用重簡處理 報道多些善的事 這些東西 即是說不想查找不足 我這樣看 在這次的事件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情況 或者很多時都一個好的情況 去反省或反思 究竟一個民族從文化大革命之後 我們沒有了一些精神道德的面貌 可以怎樣去 但是內海的權力就是不想你去反省反應 就是去掩蓋一些所謂的得失 甚至這次根本是不關街道委、街道辦事 但是仍然都是想用這個駝鳥政策 掩蓋到零 這也是一個比這次悲劇更加悲哀的 而且是一個體制的不得更新 同系中國人的社會 我們經常看台灣 就覺得在台灣這個公民社會是很發達 這個公民社會其實跟香港有些相似 不過我們香港是不好做 就是說很多時大家都知道 那個社會開始比較發達一些 或者經濟已經有成熟的經濟 這樣升職加薪 買樓買車 就未必那麼容易 大家亦都希望很積極地 希望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找些滿足感 這個日常生活的滿足感很多時就是去幫人做義工 加入一些地區組織 去幫人透過這一類的義務工作去幫人的行為 自己覺得自己覺得生活充實了 自己覺得心裏面覺得好過 覺得很有滿足 其實這種精神是很值得提倡 而在台灣我們亦都見到相當的進步 因為我們見到台灣的公民組織是很發達的 亦都有很多慈善團體 是扮得很好 贏得人充分的尊敬 以至很多時有些天災人禍 我們見到這些團體到達現場 比政府機構更快 亦都起到作用 譬如說地震的時候 你見到它起到作用 我們同時也都見到 真真正正社會上有一個比較高的百分比的市民 是願意定時做義工 或者有些一個月做一天 有些一個星期做半天 但是有比較多的人 比較高的百分比的市民 願意定時做義工 亦都有一個挺好的百分比的市民 願意為自己最信任的慈善團體 公民組織捐少許錢 很多時我們聽見 就是每個月捐一千元台幣之類 一千元台幣都是二百多港幣 他可能都不是賺很多 即是他覺得自己力所能及 我盡量一個月捐一千元給別人 這些都是收入不是很高的 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他願意這樣做 我們當然希望這一類的精神 能夠在香港 能夠在國內出現 是 看回國內的希望 可能是今次也好 或者是不會一天發生 在體制上 或者在法律上 可以探討改革的同時 真的拜託不要做一些 所謂的一些思想指導的道德教育 尤其是我們過去看了很多 這些情況 你越早就越是不行的 我想都看過很多 最經典的就是當時所說的八榮八賜 就是剛剛是零幾 差不多是04年的時間 04 還是05、06的時間 是胡錦濤的新政 是 新政 這個八榮八賜 如果真是樂切貫切地實行 理論上就應該沒有今天 這些不幸的事件去發生 都很明顯看到 大陸做這個思想教育 或者道德教育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比較失敗去揭衷 有時有些所謂大件事 所以可能會刺激一些人的反思 以及一些人的踴躍行動 例如我們記得2008年的民穿大地震 的確我們見到 國民的反應是比較令人鼓舞 很多人自動自發去幫忙 民企老闆、義工去四川幫忙 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希望 不是一個這麼大的災難 令到全國國民都受到刺激 所以要幫忙 而是真是剛才所說的 很普通的事 在街上看到有老人家跌倒 在街上看到有人被車撞傷 大家都去幫幫忙 大家都盡自己力量去幫忙 不是一定要大地震 大家覺得這個全國性災難 才會刺激起來去動員起來 而是每天真是同軍精神 每個人都有些日行一線的精神 能夠幫就幫幫忙 歸根究底都是公民社會發展 如果像大陸禁禁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不論是大陸不想見那一面 要求自由民主的聲音 又或者可能你想要的東西 共產黨想要 或者現在這個社會需要的東西 都會更加強烈 這是關系到整個國民的生活質素 大家都希望生活在真真正正的和諧社會 真真正正的互助互愛的社會 今集國情講情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集再見